我们现在从左边的启动栏来开启CALC 这是一个空白的 好,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视窗组成 先看到移到最上方 这是它的功能表 在这边是它的工具类 在这边有一些它的设定 这个区域它是许多格子组成 这是我们编辑区 编辑区当中有一个黑色框 这是我们的输入位置 底下是我们的工作表 好,我先介绍到这边